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凤山区一家公司向经营全舍的灵性商人,花十五万八千元购买四只母的英国斗牛犬,这收据赞明三只代胎,一只没有喂料,最后只有一只叮当有伸出小狗,买主为此控告灵性犬舍伤涉嫌诈欺,但高雄地院一审,林南否认有保证代胎,其中买主还曾依赖要求林南帮其中一只收据, 在有代胎的小黄找种工,违反常理和疫情判林性犬舍伤人无罪可上诉 检方起诉指出,经营全舍的林性被告于2016年2月4日12时使致凤山区流性商人的公司兜售宠物犬,涉嫌杨称四只英国斗牛犬母犬,其中三只代胎,一只未代胎,代胎每只新台币四万六千元,未代胎一只两万元 林性被告为取姓刘南于同年3月8日在刘南公司所制作收记上签名确认,使刘南不宜有他,交付现金十五万八千元,饲养后仅一只母犬产下幼犬,使之受骗,任被告林南社犯刑法诈欺取材罪嫌。 高雄地院审理时,林性全舍商人否认保证其中三只英国斗牛犬有代胎,他说卖的四只狗只有一只代胎,如果代胎一只要卖七万,没有代胎一只卖三万。 被法官问其为何收据著名三只代胎,林性全舍商说,我不知道,收据是买方制作的,他说要报公司等语。 林南并提示刘南曾以赖讯问他英国斗牛犬发情与交配的适合时间,并要他当其中一只助记有代胎的小黄找好一点的种公交配。 何亦霆认为小黄如果有代胎,刘南为何还要林南帮忙找种公? 尤为成理,何亦霆最后判林性全舍商人无罪,权案可上诉。